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镜 至于苹果的75G发布会已经过期了两个星期多 我现在拆拍这个内容不知道有没有辞了一点 但是不用惊 在这个发布会主要的产品就是我iPad第八代 iPad Air 4 还有Apple Watch Sex Series 当中我最感兴趣的只能是iPad Air 4 采用全新的面貌来面对大众 那么这款iPad Air 4究竟哪里吸引到我了 白面看下去 我就要分享我个人对它的感觉 并结论出为什么你要选择iPad Air 4 而不是选择iPad Pro 又或者是你不该选择iPad Air 4 而是选择iPad Pro 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们 不妨可以按个订阅关注我 我的频道都是关于一些可见 大多数分享我们的故意可备知 然后给予我这一家提供购买简单 让你们就做选择 所以你订阅了吗 欢迎收看虚拟开箱 我们来看看iPad地带 它是苹果公司执行长 Steven Pro Jobs 于2010年1月27日 首次发表平板电脑 是苹果iPad系列的地带产品 提供浏览网继网络 收发电子邮件 观看电子书和娱乐功能 最初发布的版本只有黑色型号 没有相机镜头 但是过了一年后 2011年3月 苹果发布名为iPad2的机型 就取代了最初的iPad 当我看到这个资料 我真的非常感到惊讶 我真的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在我家里 就存放着一个接近最初代的iPad 没有错就是iPad2 哇我的家里竟然还存放着一个古董 nice 我对iPad的感受 这个iPad就是我的童年 我小时候玩游戏看YouTube全部都是它 而且iPad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不会卡 真的真的不会卡 玩CLC,Alpha,Ironman 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 全部都是我的童年 它的续航真是很强 6930Mbps 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 2011年就配送了10W的USB Power App 如果大家对这个古董iPad有兴趣 我会专门做一期影片 来分享我自己对它的体验和感受 2012年就出现了iPad第三代 同时这个年代也出现了iPad mini的诞生 设计直接是比iPad好看很多 尤其是那个边框的感受 然后2012年年尾 iPad第四代 除了iPad第三代和第四代 只是相隔了8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不懂受了什么刺激 刚刚所提到的iPad 都是已经停止生产 也停止支援了的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就是 我的iPad竟然是当中支援最久的那一个 Hedry第一代和第二代的iPad 最后支援的OS 其实相差了很多个版本 我们再看看iPad第三代 它比第二代持了一年发布 但是支援结束的时间 是和iPad第二代和iPad mini 是一样丝 2016年9月12日的 所以这里呢 iPad mini就真的比较可怜 支援的寿命呢只有3年10个月 而iPad2呢 只有5年6个月 所以其实我手上的这个iPad版本呢 应该是当中里面用到最值得的一个 为什么我更确定它非常值得呢 因为你看看iPad的第一代 最后支援的OS呢 是iOS5.1.1 比起iPad2的iOS9.3.5 真的是相差了几年的时间 但是它们两个人的发布 只相差了11个月 然后iPad第一代呢 也只是支援了2年5个月 2012年9月18日就结束了 WTF 如果还要继续说 就真的离开我们的话题了 想了解iPad的历史的话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OK我们来看看全新的iPad Air 4 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卖点呢 就是它全新的设计以及配色 设计之间是继承了iPad Pro的载片光和机身 都是那种直直真正的设计 其实我对于它这个设计呢 真的是有一见钟情 其实这可以算是一个复古的设计 因为是iPhone4和iPhone5都是这样子的 不过接下来iPhone12也会采用这种设计 非常期待 所以常常有人都会说 苹果的设计永远都是有未来感 这一点我是有点赞同的 iPad Air 4的设计呢 几乎就是和iPad Pro的随寸版本 是一模一样的 长度和宽度都是一样 只不过屏幕尺寸呢 是10.9寸 那么我也不知道的差距 其实没有什么feeling的 不过在屏幕的部分呢 Air 4就看起来厚了一点点 厚度呢也会比iPad Pro的5.9mm 多了0.2mm 就是6.1mm 真的就是那一点点 在相机的部分呢 只是1200万像素 其实和iPad Pro的那一颗是一样的 只不过iPad Pro的2020版本呢 就多了一个广角镜头 和一个LIDAR光学雷达扫描仪 这两个镜头我觉得可有可无 毕竟很少人会用iPad来拍照的吧 不过这个雷达镜头呢 的确是能够提供更好的AR体验 官方就有一个叫做Meshure App的软件 你可以用它来准确测量高度 长度等等的 或者有一些有支持AR的游戏 或者你可以在里面摆放家具 可以让你为自己的环境做设计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因为网络购物呢可能会越来越发达 但是当你需要购买家具类的东西 又不知道适不适合摆放你的家里的时候 所以有这个AR的功能呢 你就能自由的摆放家具在你的家 看看到底适合没有 我觉得以后像是一家这种大公司呢 可以推出这种虚拟家具的体验 通过这个AR的技术呢 绝对是一种未来趋势 但是for现在这个moment 好像没有什么软用啦 指纹解锁 这次iPad Air 4呢配备了指纹和电源二合一的按键 在一个口罩满脸的期间呢 有的这个解决方案真的是nice 啊不然打密码解锁到你手软 我觉得TouchID的实用性真的是比FaceID更好 只不过呢FaceID看起来用起来更加的帅 到底要如何选择呢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想要 可能在下一代产品呢 会具备有两个的吧 比起上一代正式的A4接口感用的Type-C 直接是有用起来 喇叭 比起iPad Pro都是喇叭 iPad Air 4只有爽喇叭 效果肯定是iPad Pro更加理想 不过iPad Air 4也足够使用 这个可能真的需要精神体验去对比才知道 在重要方面呢 iPad Air 4是458g 是比iPad Pro更轻一些 充电器 当你拥有了iPad Air 4 你还可以炫耀 你有一个20W的充电器 比iPad Pro更加的帅 因为iPad Pro只有18W 这样子有帅到吗 屏幕 屏幕方面呢是 2360×1640的解析度 不要问 苹果产品的解析度呢 永远都是那么奇怪的数字 就应该是比2K再好一点点 高达264的PPI 亮度只有500nit 比起iPad Pro的600nit少了100nit 我个人觉得在室内环境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可能在阳光充足的环境呢 你才会感受到600nit的用处 还有就是说心率 Air 4有60Hz 而iPad Pro呢120Hz 画面的流畅度呢 120Hz 绝对是有更大的优势 可能会影响你使用 Apple Pencil来绘画的体验 对了说起 Apple Pencil呢 我觉得如果你购买iPad 并且不具备Apple Pencil 这整个iPad就会失去了灵魂 只剩下一个躯壳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iPad了 Apple Pencil 有了Apple Pencil 才能够完全的发挥iPad的用处 尤其是现在更新了iPadOS 14 使用Apple Pencil呢 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具备更多的方便功能 但是你要注意 无论是iPad Air 4还是iPad Pro 只是支持第二代的Apple Pencil 所以买的时候呢 要注意了 不过第二代的价格呢 是更贵的 如果你有一个更完整的iPad 你就需要购买键盘的 Magic Keyboard 或者其他的Smart Keyboard 不过售价也真的不是开玩笑 所以便便上千块不是问题 所以其实对于学生党来说呢 我觉得应该是应付不起的 那么iPad Air 4和iPad Pro的定位是哪里呢? 版面看到最后 会来和你分享更多的详情 处理器 iPad Air 4搭载了全新的A14 Bionic 处理器 而且还是首发 平时苹果首发处理器呢 都是在iPhone上 这一次就有破例了 iPad Pro 2018版本呢 是采用A12X 而2020版本呢 是采用A12Z iPad Air 4的14会不会比他们更加的强呢? 你慢慢等 虽然A14是新的处理器 拥有更新的制程技术 只不过A14是六核心CPU 四核心GPU A12Z呢是八核心CPU 八核心GPU 所以拥有更多的核心还是更有优势的 性能表现会更加的强 所以Pro还是Pro 所以总结来说呢 iPad Air 4看起来很像 但是对于上面的老大iPad Pro 真的还是有一些阉割 只是看起来 用起来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只是Pro的会更Pro 但是这些Pro你需要嘛 因为有句话叫做 买前生产力 买后爱奇艺 你用iPad生产的工作 还是娱乐呢? 其实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iPad Air 4的售价 64GB是马币2599 但是64GB我觉得绝对不够用 要用可能就要非常的紧凑 所以毫无选择置好250GB 但是售价来到了3249 感觉还OK 但是我告诉你 你加多200块 就可以买到iPad Pro C出能128GB版本呢 售价是3499 如果你只是普通一个使用呢 其实128GB呢 真的是比较香 除了你需要用它来 进行图形图像工作 例如剪片修图 可能你就需要更大的容量 其实200块呢 要讲看到底值不值得呢 你就要看看这200块 升起了什么功能 并且这些功能呢 是你有需要的 其实呢 升级了蛮多 相机、屏幕、喇叭 如果你觉得你对相机 或者屏幕或者喇叭 都有Pro的需求 那么就选择它啊 你有需求 那就值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多来的Pro只是浪费 其实iPad Pro呢 最大的容量呢 可以选配到1TB 但价格也会随着提升 我们还以为iPad Air 4 会直接吃掉iPad Pro的市场 但是你细细品位 苹果没那么笨 它比你更懂市场定位 那么iPad Air 4 其实定位又在哪里呢 我个人认为呢 它确实是在这个价位 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没有比iPad更好看的颜值 比iPad Pro更吸引人的配色 那个淡淡的青 和淡淡的蓝 真的nice 那个淡淡的蓝 真的nice 那个淡淡的青 和淡淡的蓝 真的nice 只不过这个颜色 真的是你选择它的理由嘛 虽然3249 你加多200块 就可以得到iPad Pro 11寸的128GB的版本 所以从这里来看呢 我自己觉得iPad Pro 11寸的128GB 会更加值得 但是我是个比较贪心的人 应该至少都会选择250GB的版本 但是250GB版本的 11寸的iPad Pro 就接近10千块了 如果iPad Pro真的可以代替电脑 我毫不疑肯定会选择1TB最顶配 但是首先需要GP的条件呢 就是要有钱 而且还需要再把预算提高 因为你还需要买键盘 买Apple Pencil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呢 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 来做出选择 是最适合的 如果你有钱 买哪一个都不是问题 我最后的在总结 就是iPad Air Pro 给我带来的感受 在前逊的设计呢 真的是很棒 可以看起来很接近iPad Pro 但是真正性能上呢 又落于他们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iPad Pro是高端 而iPad Air呢是中端 我个人认为呢 iPad Air 4能复盖更广的用户 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 都有Pro的需求 就算你买了Pro 你也不一定是Pro的 对吧 所以iPad Air 4呢 就属于那种半天调的类型 接下来呢 我应该有机会拿到 iPad Pro 12.9吋 2020的版本 到时候我可以更选一层 体验产品 然后再分享给你们 我个人的感受 所以期待吧 如果你们觉得这部影片 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 记得点赞 订阅我频道 关注更多的科技内容 其中会有虚拟开箱 分享我个人硬件 和提供购买指南 尤其是电脑 但除了别人的开箱呢 我会常常做 语用有趣的产品开箱 所以让厂商干DNA 都可以找我 音乐这里 有点点 欢迎订阅告诉我 我记得你的方便 去回复能 不过不是每个都可以 马上回复啊 所以可以follow到IG 在我的IG呢 也会分享一些 可金融科普知识 所以一定要去follow我 最后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的家人朋友 你好我是Mean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